我是爱说话的老王 今天呢又给大家带来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有关于纸张到底是谁做的 这么一个话题 也就是赵纸术是不是中国人发明的 这是来自于在美版的知乎上 一个问答 他说呢 这个人呢叫马修罗伯德 还不是罗伯德马修 你怎么念都行 你搁钱都行 我就直接按他那读的顺序 马修罗伯德 应该是罗伯德马修 应该这么读 他说呢 既然我们通过考古已经知道 古埃及人在几千年以前 远超于中国就开始使用了沙草纸 可是为什么 造纸术却是中国人发明的 他提个这么一个问题 就这个问题咱们聊一聊好吧 这个中国有四大发明 这个不是光中国人说 全世界的人公认的 不知道你还知道不知道 火焰好造纸只能扔一刷术 活字一刷 死字一刷 这个就雕板印刷和活字印刷 一用四大发明 现在呢 这个为了迎合美国和英美 这些那样的政客们 这个眼神和他的那个 一案的心理 好像是开始又对这个中国的四大发明 又开始挤队了 又开始看不上 又开始准备拿下四大发明 不过好在啊 这个西方的这帮网友和学者啊 比这个韩国啊 好一点在哪 比韩国的朋友学者在哪啊 好在哪呢 就不会明目张胆的好 到处瞎声 宇宙都是我的 不会这么说 嗯 他说呢 据考证 古埃及人使用沙草纸的历史 要远超于中国人至少一千年以上 可是我们众所都知的造纸术却是中国人发明的 而且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任何一张纸杖 它的技术总来源是中国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啊 呃 可以这么说啊 从唐代开始造纸术 我查过造纸术是呃 呃源起于中国最早的西汉公元前两百零六年左右 嗯 一直到公元二三年啊 这是最最开始的啊 就是这 这个两百零六年以前 两百零六年呢 嗯 在这之前 在西汉这个时期就开始有纸张了 这个纸张呢 还是比较原始的 叫造江造纸 而这个到了蔡伦这个时期 他改进了古人留下 就在他算作古人留下的造纸术 呃 发明了几种啊 包括这个呃 几种普通原料型的 就是降低了原料成本 这么一种属于这个呃 新型纸浆类的纸张 这是蔡伦发明的 但是这个从西汉那个时期啊 公元二百零六年二百零零年以前那种老纸张呃 遗存的不多 而且呢 工艺早就失传了 就到了蔡伦那以后就基本就失传了 后来人在用的技术是在蔡伦这个技术上升华的 所以我们国内的定义呢 考古定义呢 就把蔡伦定为啊 纸张的发明人 其实比他还要早 在我们的考古啊 那个马王堆汉木 大家知道吧啊 那个那个啊 那个躺在里边的那个太太啊 那个那个太太 他里边出土的那个纸张 第一次出土的时候 很可惜 因为当时不知道 就可能考古知识不是不是很很完善 技术呢 又不是很丰富 刚刚一见光 很鲜亮的一张画 瞬间灰飞烟灭 想两千多年前啊 一招到空气 马上探化 这个没有办法 后来其他的再出土的立刻保护起来 这个纸张的技术啊 经过分析啊 分析他里边的这个纸张枝叶和僵体的这个分析 他要早于蔡伦发明的纸张 而且两者之间使用的这个原材料也不太相同 蔡伦使用的原材料呢 这个成本更低 造价更廉价 更加便于取得 而这位美国网友提的这个呢 他说这个沙草纸 沙草纸的确是这个国外界最先使用的 沙草呢也是在这个尼河河冲击平原啊 这这周边一种特产的 别的地方好像没有这种东西 就这个有点像大熊猫 大熊猫很好看 很可爱很萌 全世界就一国家出 就是中国 而且出国门还不容易 所以这个沙草呢在别的地方 他就没有 只有在尼河河这一块才有 这是第一啊 原料很难取得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沙草纸其实不是纸 一说到这个呢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不同意 人家怎么就不是纸呢 人家也能写字 那写字不都是纸 知道吧 很多类纸的东西也是可以写字的 按照维基百科的啊 其实那种西方都认为一百科嘛 对吧 呃 包括这个大英帝国百科全书啊 这两种西方人最认的东西啊 他这上面的记载呢 这个纸张的 这这上面记载 说实话 这上面的记载公寓全是中国的 中国的纸张是从唐代开始流传到了 呃 先流传到西域 从西域再传到了西亚 再传到西方 是这么过去的 好像是最开始是一群被俘的中国战俘 就是当时古代打仗啊 有一些中国战俘被俘了 那个什么将军啊 你去查一下 有个什么将军 然后他说呢 这个这个 他觉得中国的纸很好用 因为他缴获了一些文献嘛 那些中国的纸 他当时还是在使沙草纸 那是唐代 唐代左右 他们最好使用的是羊皮 沙草 你就记住 他当时始终还是这些东西 还没到达纸张那个水平 然后他发现这个东西很好用 然后他讲扩大中国的纸业 纸是围着中国丝绸之路周边附近的国家 有过纸张 这是在唐代之前啊 隋唐这一代才有的这些东西 而到这个 而他就组织了一只这个被俘的战俘啊 就中国参军的 就中国军队的战俘 他组织了这么一帮人 专门挑一些有手艺的会做纸张 建了几个厂就开始按照中国造纸的方式生产纸张 所以现在维基百科和这个大英帝国博物馆里面 输入的大英帝国百科全书 这个是西方人最认的两种啊 两种一个网上一个纸张类的知识百科全书 这里面所写的技术技术就造纸的技术体系和造纸的流程完全都是中国 所以他们就是撒草纸之所以不是纸 因为你不符合现代纸张的制作工艺 这个现代纸张制作工艺 我刚才解释半天啊 就是中国的这个制作工艺 你不符合这个工艺 它不是纸僵性 而是纤维性 什么叫纤维性呢 就是撒草纸 它先被砍下来两三米高 然后剁开啊 要中间的这这这几个骨筋 然后用特殊的这个排水药 就是就是这剃血药 这有点类似于像防腐剂那样 就可以排水 将这个将这个这个 撒草纸啊 浸泡浸泡完以后呢 敲打就敲打这个草 把它打得很扁很平 一层层打一层层打平 打平以后呢 借用里面的这个汁液 让它自动粘粘 粘粘了以后再晒晒 亮晒 这样就形成了撒草纸 这个东西就可以写字 你怎么理解呢 最简单的理解办法 你编过席子吧 我这就是南方北方都编过那个 草席你编过吧 你拿毛笔在草席上一样能写字 所以这个撒草纸啊 你用放大镜 你不用显微镜 你就用放大镜 就咱们一般用的放大镜 知道吧 你用放大镜去看 你就能看见它里边很清晰的植物纤维 交错式的植物纤维 而这个我们说的姜叶型纸张 这叫真正的纸张 就是要通过用各种原材料混合起来 进行摔着 蒸煮 敲打 研磨等等等等 一些让它成为江湖化 然后再进行多层的过滤 这是古法造纸 这就是蔡伦的那种古法造纸 是不是原材料不一样 所以纸张是在唐代左右 按照 反正我查到的记录 是在唐代左右 才开始大量的在西方世界使用 这就是又出了一个问题 你知道吧 在西方现在考古界 发现了很多的古书 都已经是公元前两千多年 用纸写的古书 我上一次就看过一个视频介绍 直接展示 一个好像是西亚的 那就是这个 这个 那个 鸣威骨城的遗迹 有本古书 还一翻 我天哪 那典型的就是纸 哥们还拍 典型的就是纸 那不是杀草纸 杀草纸很轻 杀草纸 不能像我们的纸一样 你折 折 折了以后 你纤维就折了 你这纸就碎了 知道吧 它不能像我们这样的折 知道吧 我给大家 咱们的纸 就真正的纸 是可以这样的 看到了吗 在杀草纸 你这么折就折了 它里边是木质纤维 草根纤维 所以它不能折 它就只能是这样 最多最多的就一折 然后中间打开 中间是弄一个旗份 中间弄一旗份 就像书叶一样 中间是一个旗份 你不能来回来去就折 这就完蛋了 不能要了 而纸是可以折的 而且还可以卷 你看所有的沙草纸 他们发现的沙草纸 都是平的 看到吧 都是平的 而我们从马王队汉木 出土的那个古画 那是卷轴 那是卷的 那是卷的 而且还有那个印册 也是折的 只不过最开始 没有保护好碳话了 后来我们保护好 现在就在马王队的 那个博物馆里面 应该是有那个纸 那个纸的原料还挺贵 因为它比那个菜伦 造的纸要贵 不利于市面推广 到了菜伦发明 那个纸以后 就可以大面推广 它用什么麻布啊 什么树皮啊 草根啊 你把老老老 马上就那些东西 混一话张相 而到了唐代呢 就发明最有名的 就是桑皮纸 大家看过那个 那个很多电视剧啊 说你用的王朝部说 桑皮纸包的银子 是吧 那个桑皮纸 就是唐代开始做的 也是在泰伦的基础上 所以这个美国网友呢 说完这个以后呢 底下有不少的网友 都开始大概跟我解释 差不多 其中有一个算是这个 法国的一个网友 他说呢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这个造纸的技术 以及造纸的原料的使用 和扩展发明 都是中国人的 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 不管你怀有什么样的政治倾向 这个你就看出来 为什么现在对造纸数 都开始怀疑 就是他们开始 连中国的四大发明 都开始挤对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无法告人的政治目 知道吧 就是因为你中国强大 你不能叫中国强大 你中国要复兴了 我不能让你复兴 你知道吧 你这一复兴 我现在西方这个单 非常非常单薄的 神体物质构架 就彻底的崩溃了 知道吧 如果你掌握了世界话语权 你把你的真东西往外一偷 那我这些假东西卖谁去 其实就这么一个道理 知道吧 真货一旦被认可 在市场上流行了 假货自然要死 因为你必定是假货 那王就这么认为 不管你找了什么星 什么球 什么火星的 什么天狼星的 什么什么什么 你最终还是假的 而中国人现在已经基本上能形成一个闭环式的人类发展模式 我们的文化传承加上我们的人类发展体系 再加上中国人现在的这个环境 你就彻底的明白 他到底为什么这么惧怕中国崛起 或者叫中国的伟大复兴 他为什么这么害怕 就单单这么一个最简单的一张纸 就这么一个纸 就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又不收你版权 公元前两百多年以前 公元前两百年造的东西 到现在两千多年的东西 我们从来没说过给你遵守版权 你知道吧 这中国人发明了 然后非要抢这个东西 还好现在韩国人还没把这东西向世界文化深移 我们申请这个造纸数深移 我觉得有一天会的 我觉得会的 肯定会的 因为当年的这个朝鲜那边好像叫鲜卑国 也叫过高帝国 他们实际上也是指 也是唐代过去的 汉唐时期就有了 所以呢 这个对于这个造纸来说呀 毋庸置疑 撒草不是纸 我再跟大家提醒一遍 撒草纸不是纸 只是一种类纸性的产品 有传说啊 说印度人也用撒草纸做过纸 它是很类似纸张 它是用撒草年年岁过 当过原料 这种造纸的方式接近了现在造纸数 但是还不同于现在造纸数 所以它不能作为现在造纸数的发明人 只有 西汉 到蔡伦 发明了真正的 现代意义的造纸数 所以现在所有地球上用的纸都是一个方式演变过来的 一个方式演变过来的 源起于公元前大约200 大约公元前300年到200年 到公元前300年到公元23年大概这个阶段 发明的所有中国式的造纸模式 一直现在世界上都是这样的纸 而你要是说啊看到了啊就是发现了这个啊 比如说柏拉图啊 这个公元前500年啊 柏拉图先生就开始使用大量的这个这个美丽的手指啊 侧指就开始写写这个柏拉图自转的那那那就是胡扯 那就是纯处造假 要不就是复刻 复抄的 复抄的东西不靠谱 还得看原版 好吧 今天就说到这 支持好玩的长安 大家晚上推荐 加到关注 谢谢大家